这什么呢人称S牌守门员 对我经常就挑这些 即将迈入S牌的这些顶尖玩家 就像这一位现在是A牌11 我们来好好的看一看 看看能不能守住这个门槛 放过A11吧 不是你不觉得这我们如果说看成功了 那他没有没有晋级 看失败了对吧 那我们就能见证他的晋级 那都是很有意义的呀 一滚 上来抓心理 说实话这套阵容我觉得打不了啊 这套阵容他得是前期穷者遛的够好的情况下 中期昆虫和勘探员 给到一些平地牵制的机会 一个夹子带走了 这没办法 这个地方根本遛不动的 他的夹子而且丢的非常的舒服 很丝滑 这波带走呢 应该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穷者想要去真胜 只有这个破轮自己出失误才行 傭兵这边还被通级到了 这又是我们最近看的破轮怎么他们的通级都是谁来救人通级谁啊 这样的话一个护壁跳 跟过来再补一次 一滚能不能追双打 追双打吗 要追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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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心理学家说实话不太溜的动的 不太溜的动的 但是要注意啊 我说的是不太 这个点位 外加心理手里有手飞轮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这心理身上还有应激 还有昆虫的支援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我刚才说的是正常情况下不太溜的动 但目前来看这心理手里面的东西有点多 就有没有机会 飞轮躲夹 飞轮 走位置可以啊 落地 哎呦我去 刚才如果飞轮能滚 顶一滚就好了 这里双打 昆虫 昆虫这边位置被找到 二阶啊 二阶破轮的话 这边要不要开形态 他还是选择比较求稳的一个方式 去找一找这个勘探员 因为这个心理学家如果救下来 我们知道这心理学家手里面有飞轮 可能还有牵制起来的可能性 对 这边心理还有应激 你一滚一个戏血都不能带走 再加上人家有飞轮 戏血是不够的 好戏血是不够的 飞轮都可以不交 飞轮都可以不交 夹子不交闪吗 不交闪的话这边 飞轮好 进版拖了一轮时间 这一轮时间拖的有一说一有点亏 对于破轮来讲 真的有点亏 这轮时间拖完以后 勘探员过来打架 外面剩两个人 外面有两台机子 这两台机子虽然说差的很多 但是 我勘探员这边只要不倒地 吃点 伤害 拖拖 怎么开车了呀 来了一波车 是什么鬼呀 双弹昆虫 找傭兵 也补一声刺 密码机差的太多了 这局穷者的密码机 理论上面来讲是不可能修完的 因为现在二阶破轮手里面有闪现 真的是见谁秒谁秒 一个上挂 你外面就只剩一个人能修机 另外一个人要救人啊 对吧 那这种局密码机是一定不够的 但是破轮这边选择最傭兵 为什么不选择最昆虫啊 他这边应该是击倒傭兵 要逼他教自己 然后转型台再去抓其他人 他没有想要去上挂 看待员 这边怎么说 这个口子绕还是很考验破轮的基本功的 苗边绕法漂亮 看待员这边的话磁铁还能玩一会儿 但是夹子怎么说 因为这个破轮的夹我觉得 这一局他的手感很好 要等这块磁铁浇掉 夹子先封口 磁铁先吃掉 好看待员是一具尸体了 有飞轮也没有用 有飞轮也没有用 因为破轮在这个口罩里封了一夹 然后手里面捏着一夹 双夹就没有用了 对这把破轮打得很好 我觉得他的水平 值得上一个S牌 好吧这把破轮赢了 傭兵这边44的鸡子 昆虫过来救人 破轮的话其实要滚过去 手鸡子可能会更稳一点 但是这边的话找到这个昆虫呢 因为我们已知昆虫是没有飞轮的 他确实要手鸡子 手鸡子会更稳一点 手鸡子会更稳一点 手鸡子将这个修鸡的人接到 特别这个人是傭兵他来回打 是有足够的时间来打的 但是你如果说选择去 拦那个昆虫呢 但凡昆虫这边 比如说真的操作起来了 有一些些小小的操作起来了 那可能 有可能出现一个三人开门战 还得再看 交掉飞轮的看待员 吸血CD还没好 这边他丢磁铁 匣子 悲观CD两秒钟 321给我倒 倒完昆虫抢密码机 勘探员挂上是个二挂 昆虫这个时候 诶 等会 诶 不是 啥情况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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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又 又 又成功啊 那那机子亮了呀 啊 这 这一把 焦飞轮 这边本身没戏剧 看待员一刀倒地 昆虫这边 在拔刺 傭兵在点门 傭兵在点门 你别说这傭兵 虽然说门 虽然说快要倒地了 但这个门给他点开了 我去 诶 这傭兵 在800年前挨了一刀 没想到 他一直没倒地 800年后 他过去把这个门给点开了 这看待员是个二挂 这看待员不是个挂飞 这边救下这个 昆虫刺拔完以后 救下这个傭兵 真的是800年前挨了一刀 傭兵进边的话 要去救勘探吗 一个戏剧 傭兵吃到 悲观 打昆虫 刚才我觉得 刘这个傭兵 会不会好一点啊 那这样的话 救下勘探 昆虫救下勘探 破轮术里面没有闪 你滚 你切不了形态 勘探员 勘探员 飞轮CD 应该是没有好的 这边没有地窖 但两个队友怎么说 弹开 中场 中场有地窖都已经三跑了 我的天哪